你再讲讲 我们今天讲讲这个比特币虚拟货币 因为现在这个虚拟货币创新高了 所以我们讲讲这个虚拟货币也是货币 所以你讲讲这个货币的功能 其实这个货币 它从经济上来讲 就是一个价值迟动 储藏手段 交易手段 原先从古代是黄金白银 到后来现在各个国家都是用纸币 纸币它的价值就是值 长远纸币的价值 说白了就是零 那每个国家每年都有一个通货膨胀率 每年都有一个通货膨胀率 那么纸币的 你比如说这次疫情来了 每个国家没有办法就只能多印纸币了 因为它要这个居民就活着 所以给大家发这个生活费 所以它没有别的招 它就只能印了 印这个东西 那么就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带来这个财富的贬值 对吧 这是肯定的 对吧 那个长远来讲呢 这个纸币呢 那么它就是费值 对吧 这是肯定的 那么原先我们这个从零民币从一两分钱买个鸡蛋 那么到现在为止 这个恐怕得 具体在国内我不知道了 反正很贵了 肯定是至少十几十一 二十倍数有了 对吧 对 那么这个 而且每个国家的政府 都有一种相当强的欲望冲动去发货币 那么全球的这种货币呢 这个交换体系呢 大体来讲是用美元来交换的 它这个Swift的这个系统呢 那么就是 我给你插一句 这个美元呢 它主要是一个 对吧 一个全世界搞贸易 或者交换的一个工具 就是刚才我们讲了 其实那天我们讲这个ETF的事情 你就知道了 它只是一个工具 最后的时候呢 就是说 这个工具本性来讲呢 它没有价值的 是吧 它只是一个交换的这个价值 所以你要如果通过它 通过美元也好 通过那个ETF也好 它最后就像你讲的话 它就是一个零 因为怎么呢 它的时间价值已经没有了 对吧 它是通过这个 因为你看这个 你看啊 说句不是说句实在好 它愿意 你说 什么 点击不太好 你说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接着 那个 它这个 美元呢 那么 现在它也是在 全世界的货币呢 都出一个滥发阶段 因为什么呢 因为 全世界的大的问题就是个债务问题 对吧 从欧洲没有办法解决这些债务问题 那政府剩下的唯一的手段就是就是滥发货币 对吧 滥发货币 那么 这个货币总有一天就是 它一定是贬值的 一定会将来就是纸币纸币就纸值 对吧 这个 全世界呢需要一种东西来进行交换 美元原先是 特别是美元的Swift系统 美元最大的优势就是说 其实它就是刚才讲了就是一个交换 对吧 流通 没有没有 它就是因为它交换和流通 所以产生了它的价值 就跟这个现在这个比特币一模一样的 你看到没有 现在比特币呢 是挑战这个美元呢 就是说 因为呢 你天天印比特币不能天天印 对不对 你明白没有 它有个固定的值 对 它的 因为怎么呢 你这个用打印字 或者是天天印这个数字发不容易的很 对不对 但是它这个呢 就是第一呢 这个比特币 它是 第一个呢 就是说 它没有无限制 没有办法无限制印 它就是最多就那么多 对吧 所以这个也带来一个问题 它作为一种储藏手段和交换手段 对于富人来讲 一种洗钱手段 甚至各个国家的财富转移手段 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 对吧 对 对 那真的呢 我跟你讲啊 它这个正是呢 第一呢 就是比特币它有几个特别的地方 第一 它是去中心化 对吧 对不对 第二 它是保密性 它用的手段就是去快点的手段 因为金融呢 在很大程度上 它是一个信任的问题 对吧 一个trust 对吧 所以呢 是人们对它的信任的问题 这个东西信任呢 是逐渐建立起来的 对对对对 那是 那原先的时候 一万个比特币买两个匹萨 最早的 对吧 那个时候有人能接受比特币 那都不得了的 对吧 所以那个时候是一种化时代的东西 那跟发明那个比特币一样的 因为你发明的比特币还要使用它才行 对啊 大家都接受了嘛 现在如果 现在大家都接受了 其实呢 有一种呢 就是说 比特币在很大程度上呢 就是第一 它具有一定的就是货币的功能 对吧 第二呢 它可以交易 对吧 对不对 流通 对吧 货币它就算是要流通嘛 对不对 第三呢 就是货币就是 关键说是人们信不信理的问题 对吧 它就是说 有它的这个去中心化呀 保密性啊 然后呢 又有这个可信度啊 对吧 是这样一个一个一个东西来的 对吧 其实呢 你知道我们这个投资也是这样的 你像那个特斯拉的这个股票 它还没赚多少钱 但是人们认为它会 对吧 会有无限的发展的这个能力跟空间 对不对 它现在不单独是说 他现在这个Elon Musk就是 他想到什么就可能造什么 因为怎么呢 因为投资人会支持他 是永远有钱给他 你看没有 现在这个社会不缺钱 缺的是缺的是你这个创新的能力嘛 对 现在这个社会这个利率都是负利率了 也就是说大家的钱 意味着钱就是借给你花 还得给你利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关键就是这些企业家的创新能力 这就是核心了 对吧 对对对 但是关键问题是呢 单独是创新还不够的 就当然 你要有点就像那个Elon Musk 这样的一个创新能力 对吧 一个号召力 对不对 不然的话 你 其实按理说啊 你要如果手上有这么多就是 大家都信任你的话 然后你有这个能力 对吧 能够perform 就是 钱是跟到performance走的 还有一个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钱呢 就像一股风一样的嘛 就哪里涨 人就往哪走 明白 明白 因为你要假如说这个股票不管是怎么样 你知道这没办法用尺度 你用那些什么金融的 会计的 对吧 分析师啊 去分析这个东西 没有一个东西是零的 明白没有 他就是说 你说 对吧 这个像Elon Musk也好 讲这个比特币也好 在3月份的时候 什么都不 不怎么值钱 对吧 现在通过9个月以后 对吧 同样一个东西 你说什么东西 变化没有 就人民的观念在发生变化 所以呢 他这个 这个已经涨了 这个Tesla已经涨了十多倍了 就是从最低的地方 这个比特币也涨了十倍了 那个时候是5000 比特币 1万个比特币 买两个比特币 到现在位置涨了多少倍了 他可不是涨了十多倍了 对吧 那个人不知道 比特币也是个试验而已 当时比特币不是什么钱 对吧 我跟你说 这是 其实货币就是一种信用 对吧 就是这种信用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上呢 下一个问题需要解决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个信用的问题 那么每个人 你比如说 这种国家的货币在国内 它是有信用的 对 但是出国以后 它就未必有信用了 对吧 对对 而且在这个时间段上以后 现在有价值 那么将来价值肯定要衰减的 关键问题是在假设 你让国内的货币向人民币 在国内它是有信用 因为它是国家力量在那里支持着 对吧 但是在国外吧 他们没怎么用 而且不像美元那么 就是向全世界去自由兑换 或者自由交流 所以它就没有那个 因为它信不信都无所谓 没有用嘛 他们不用这个东西 对吧 所以一旦 这就牵扯的一个问题了 就是你比如说 一张纸 如果大家都相信它的时候 它就有价值 对对对对 这个价值就大了 就是这个纸 就是说一个合约 对吧 它这个纸 其实这个货币也好 证券也好 它主要是一个合约 对吧 就是说 一个就是像国外的话 叫什么叫security呢 就是说 证券呢 就是说 它是一个法定的 最一定的标准的 有效率的一个合约 对吧 就是说 你拿了我这个东西是 大家都可以交换的 对吧 就是说 并且呢 在国外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呢 它最核心的地方就是说 利用了这样一个法律的手段 就是合约 对吧 另外呢 就是通过这个活跃的交流 这样一个手段 第三呢 关键问题是人们要相信它 然后它就赋予价值了 对 因为现在这个比特币吧 就是因为大家都信它 对吧 就是现在不是说都信它 就是信的人越来越多了 对吧 所以呢 它就 它就一直涨 所以现在每天 现在比特币涨了 这个都是真的涨起来 但是也是没有编的 对吧 它是这样的 它还有些其他币了 币种 我没仔细太研究的这个 这个模式 数字货币呢 是未来的一种发展趋势 对吧 在这种 我跟你讲 最主要的是呢 像比特币吧 这个总是它的 它的深度 广度 或者知名度 或者它的浅然性 它是 其他的虚拟货币 是没办法比的 但是呢 其他的虚拟货币呢 就相当于 就相当于一个股票 明白明白 假如比方说 这个公司 发行一个虚拟货币 对吧 有一定的这个就是量 然后呢 因为发行了这个货币 让投资人赚了钱了 它 它吃它的那些虚拟货币呢 它可能还没有像那个 什么美元啊 回家里面币 回去吃它的这个像比特币 这样的一个流通性在里面 对吧 就是说 它是相当于 美国的股市 对吧 里面的一只股票 明白明白 就是随便可以全世界 可以买卖 就通过这样一个手段 那么这个就是相当于 就是现在这个虚拟货币吧 就相当于一个 那个交易所 只要能够交易 大家都对你这个东西 对不对 对你这个虚拟货币信任 对吧 使用 慢慢的就是像你这个股票 慢慢的长 生长 长大 对不对 当你大的时候 大得不得了的时候 就像亚马逊一样 对吧 像这个 Facebook Google 这些 或者Apple 这些 大家都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大家都用 那你就值钱了 就是大家都觉得你这个有价值 那就是一个 perception 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对吧 对啊 一个一个数字 比特币是什么 不就一串数字吗 这一串数字 竟然能值2万块钱 对吧 现在不是2万 我跟你讲 你现在发现它不值2万 说不定我跟你讲 现在这样搞下去 它没有个数字 我跟你讲 你要知道 它不一定是2万 我跟你讲 我估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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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自小还能够 就是在6个月或11年之内 自小能够再涨 1万块钱 我说句实在话吧 嗯 将来这个数字货币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你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用 对啊 所以随先发 随先发行这个国家的数字货币 对 将来就会占有很大的这种 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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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行权 对 所以 现在这个 现在共产党发明发这个数字货币啊 你可以想象在世界上任何地方 你都可以可以用这个共产党发这个数字货币 对吧 所以美联储呢 我不知道它什么想法 这个谁先发就有个先发优势 对啊 这个 现在我跟你讲啊 就是你跟他讲啊 其实呢 按理说呢 共产党它是 第一 中国是很大的 对吧 第二呢 共产党呢 它是一种叫做先进的思想 先进的组织 先进的力量 对吧 这个它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在里面 对吧 另外呢 你通过这个货币的话呢 它这个 你知道 它这个东西呢 就是可以打 就像你讲了 就像比特币一样可以打破国界 对吧 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用的 对啊 你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用的 因为这个东西就 所谓的美元霸权 所谓的这个印钞票 受到挑战了 受到挑战了 现在很多事情都在变化 对吧 并且呢 就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吧 所以将来这个是革命性的一个东西 对啊 比特币 它因为它的稀缺性 所以它可以到两万这几万 但是它不单独是稀缺性的 因为怎么呢 它还有个特点 就是说 它不是哪一个人 哪一个组织 或者哪一个国家控制 对吧 关键能转移财富 这是最关键的 但是它有个缺点 有个缺点就是 它没有办法价值程度 就是你比如说 我这一个杯子究竟是多少 用这个比特币去买一个杯子 两万块钱一个比特币了 怎么可能用一个比特币去买杯子呢 这不可能 这不现实的 不现在是这样的 它呢 现在是怎么呢 它就是说 比特币它现在必须 依赖于其他的这个法币来 来实现这个 这个 这个 就是它转移财富的一种方式吗 对 它现在就是说 因为 因为它现在是去 不是 普通老百姓或者平民可以使用的 你看现在这两天 最近的一段消息就是说 那些大的投资机构 或者是投资这个 对吧 那些 上市 大的上市公司 他们现在就是说 去直立地推动了这个比特币 并且 他们也要取床这个货币 看到没有 关键太方便了 比特币的交易太方便了 如果是纸币 像什么甚至包括美元 你要像到各个国家来回的转 也是比较复杂的一件事情 对 并且还 不是并且还通过审查 你假如你美元的话 你卷多了还不行的 对吧 你在银行里面 他有很多就是你美元 你不能放 不能放多了 对吧 你还要手术费 还要批 对吧 这都是很多很麻烦的 其实这个看清楚这些事情的人 那么都在想做这篇文章 Facebook的扎克伯格 也想发行这个 对 他有20亿人 他这个扎克伯格 这个Facebook上有20亿人 他比美国的人都多 但是美国政府不让他发 对吧 这次他拿出 拿出五六亿美元来 这个临时拜登上台 我估计他有他的自己的一些想法 对吧 他肯定是 他肯定会就是 对他来讲 像Facebook啊 这些Amazon啊 拿几个亿出来 那是个小事 他这个小数字对我们来讲 对不对 但是他的目的 如果允许他发的话 他发这个数字货币 只要在他Facebook上能够来回的交换 他就赢大了 那不是赢一点半 现在呢我跟你讲啊 现在关键问题怎么了 就是说 至于这个Facebook 他怎么样发行他自己的货币 对吧 因为其实呢 这个货币呢 其实呢 也就是一种上市的方式 对吧 就是说 就是在投资人里面 或者社会的流通的问题 因为 对吧 就是在他的这个 叫网名里面的流通的问题 这个东西 你没什么东西 你通过我的 他发一个东西 说白了就说 发一团数字 然后呢 你用我这团数字 在我Facebook上 可以来不得交换吗 对对对 这东西不得了的 这太大了 对 他就是说你在Facebook上 做的什么事情 他就用他那个数字去 对啊 那万一太不得了了 去交易了 不过 不过 不过这个东西呢 也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对不对 你发我发大家都发 你是谁信谁的问题对吧 因为关键政府不让他发呢 这个东西太大了 这不是 这种货币发行权 这种事情太大了 对对对对 但是问题是这样的 你不让发 但是其他的地方在发呀 对吧 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过程 这是一个认识的过程 并且呢 是政府呢 他也要知道他的方向在哪里 关键你的 你的关键你 你现在来讲呢 有两个东西 现在在华林圈里 是用的最多的 对吧 一个是支付宝 一个是 微信的 微信的那个支付方式 对啊 那么这两个呢 在国外呢 你是可以用他来花钱的 对啊 这本身呢 我跟你说 这就是数字货币的 一种形式 对 所以实在话 这个支付宝 支付宝马云 这个共产党要不控制他的话 这个支付宝就相当于数字货币 对 这个东西 因为它是个交换手段呢 对吧 支付手段交换手段 那么他在发行一点点东西 所以现在这个 为什么说习近平 把这个马云 整马云整得很惨的 对吧 对啊 因为怎么了 他的讲呢 双方说你要把就是 对象支付宝 微信啊 你这个第一 当然让你一个的方便 他就是交换特别方便的吧 第二就是 你在中国都要呆 molecular 安全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这个很重要 现在国家问题是怎么样 支付宝也好 微信这个支付也好 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 就是说从中国活力 现在大家都是想的问题是 怎么样在比特币 这个东风大家能够赚到钱 这个问题很重要 因为所有的投资 其实来我跟你讲 我在我以前的时候 比特币是就跟那个Tesla 那个电动车一样的 我也没注意 但是我在三年前的时候 比特币不是 就是说涨到两万 那个时候 开始是一万七的时候 我开始注意它了 一千七的时候 因为有一个朋友 给我介绍一下比特币 我说那比特币是怎么回事去呢 他就他说我给你十美元的这个 这个比特币 你开个账户 他就放到这来 因为当时这个加拿大什么 证件会要我们要交易 我说这个比特币 他没办法控制的 他不是交易所 也不是交易平台 我就开始观察 然后就跟他一起 就搞了一点 就关注比特币 交换的一些事情 后来我就开始就 因为我们都是搞证券的 就是说 所以我就去找那种 有政府监管的 可信的 对吧 在银行里面可弄的 因为我们做那个ETF基金 所以我就找到那个叫GBTC GBTC的时候 那时候我跟你讲 我一弄 刚开始买的也是十几块 找到两万 就是比特币找到两万钱的时候 它是三十多块 那天早上我三十多块 一卖掉以后 刷就掉下来了 掉到二十多块 差不多难腰了 两天的时间 那天也是Christmas 就是这里下大学 我本来那天 我说我掉这么多 我们应该进去 我刚好卖掉 前一天卖掉 第二天就掉了 然后我说 后来大概一个小时都没有 妈的 它开始一下就像那个 突奔瓦解一样的掉了 然后一个小时以后 妈一早回去了 我都快点就回去了 后来呢 就是说整个呢 就是说 从最高的另外两万点 一路掉下来 所以呢 我这个掉下来以后 因为你要知道 方向反对的时候 你要做空就好办 你不论做空呢 这个总是就很危险 所以呢 好长时间都没有弄 其实呢 最近的时间 你知道我在网上 就是说两三个礼拜 两个礼拜之前 那个这个比特币这个基金呢 叫GBTC的话 他又掉到18块 他从24块 掉到18块 现在呢 昨天呢 涨到31块 大概是差不多要 涨百分之 五六十 对吧 所以这个呢 他这个呢 就是说呢 因为现在的情况呢 就是比特币啊 就像那个人家买 Tesla也能 我估计啊 因为现在这个市场呢 如果就是美国的股市 没有大的波动的话呢 对吧 就是没有大的调整的话呢 这个比特币还得涨 你知道吗 因为大家现在 没什么东西可以炒的 现在反正大家都在炒 你看没有 现在就是比特币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那些虚拟货币呢 其他的我也没有关键 以太防啊 对吧 反正就像你那个什么挖矿机啊 现在这两天 我在网上 跟我推销比特币挖太多了 他说你买比特币也太贵了 他说我们那个挖矿机 他就每天给你百分之 一时二时 什么还有二十小时 给你百分之五十的 我说什么的想五十 就可怕点本都没有了 我说你这个东西也是太离谱了 哪有那么多那么快的事情 对吧 现在就是这样一个事情 不管怎么说吧 现在将来这个面临的一个 就是全世界面临的一个 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 一个很大的什么样的问题呢 不光是政治问题 经济问题 还有一个货币问题 对 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对 这个数字解决方案呢 因为我们的科技到了今天呢 那么他想有一个全球的数字解决方案 对吧 对 这是各个政府呢 都想维护他自己的一块 而且呢各个政府现在都在烂发货币 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 因为他也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你总得 你这个光明你总得让他活着 对 你要如果不发这个货币 很多人就 就没有办法 没办法 他就 他就 他连吃的也没有 那么就麻烦了 对对对 那就社会动乱就来了 你看美国为什么这两天 就是这个黑人事件一下子 会引起美国那么大的 对吧 但是你说发货币 这些钱从哪里来 那么经济不行 不能从税收上来 那就只能印钱了 印钱带来的后果 就是说物价上涨 对吧 富人的财富贬值 对吧 像这些东西都来了 对吧 不是九岁的问题了 这个 说句实在话 他 他损害的是那些债权人的这种 这种这种权益 因为原先的是十块钱 那么十块钱 现在是十块钱 只有五块钱了 就是债权人的权益 对吧 这个全世界这个债务问题无解 那么每个国家只能发货币 但是发货币 也不是最后的手段 那么你没有财富 光发货币 将来也会引起非常大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 你现在国外这种 他就是说第一 这很多东西是有泡沫 对吧 有膨胀 然后一带来叫破产 对吧 明白 然后呢 就 这边就没有了嘛 公司 破产 在团圆就没东西了 故人也可以破盘 破产 那就重新死牌嘛 那种 对 是不是 所以这些东西啊 数字货币 究竟能造成多大的影响 对吧 谁不知道 对吧 现在第一呢 它是一种自发性在里面 对吧 第二呢 其实按理说呢 也有利有弊的地方 有利的地方呢 就是说呢 它不受哪一个国家控制 对吧 定期来没有国界 就是全世界 叫大同 联合起来 这个可能是一个好事情 对吧 现在关键问题是 这些数字货币 或者虚拟货币 它最大的危险 就是政府 对他们的 怎么样 监管 或者控制的问题 对吧 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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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比特币涨到一万九千八百的时候 美国政府 它这个东西啊 就是个加密的数字串 你是解决 这种什么样的这个基础 就是一种加密 加密数字串 对吧 对啊 加密的数字串 那么将来的问题呢 将来问题 因为我们计算机的计算能力 现在有限 它革命破解不了这些数字串 对吧 对 那么 这些东西怎么说呢 如果说20年以后 计算能力特别强的话 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 还破解不了 这就很难说了 对吧 你把量子计算机这些东西 关键问题是 其实呢 按理说 它只要加密的 它也没必要去破解啊 对吧 你想比方说 加美元的话 它的秘密 你还要去破解秘密 你破解也没用啊 啊 美元都有假美元 总有人想 想这个 想破解它 你知道吧 这个 这个技术啊 就是一把双链键 那么我想保密 你想解密 那机上机不也一样吗 黑客他的目的是干什么 对吧 对 对 对 所以这个 现在关键问题是怎么来 买 买哪个 怎么买 我们下次再聊 好吧 行 今天我们先聊 早上先聊点点啊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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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